要剪報播放 請問一下 老師剪報播放的時候你有遇到什麼問題嗎 都已經要上站場了 就上去了 那怎麼辦 剪報遇到的這個問題是什麼 請問你播放的時候 一開始要播放 一定從畢業開始播 那像我現在這樣子 我到這月就結束了 如果我要從畢業開始播 請問老師 你要怎麼播 上面可以選對不對 但是這樣比較不專利 你要用快速鍵啊 如果老師 稍微留意一下 這邊 快速鍵F5 就是從畢業開始播 你如果要從某一頁指定某一頁 選到那頁之後你要從那頁開始播 是Shift加F5 Shift加F5 所以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兩個一定要會 對 因為尤其是從某一頁開始播 你千萬不要再從畢業慢慢找 這樣 就比較遜利一點點對不對 對不對 那有些時候呢如果說老師在比較大的場合 可能是您是 輔助的 就是 有時候可能校長在這邊講 那 您可能是幫忙 就是校長來操作電腦的 有時候會有遇到一個情形 校長說麻煩你跳到上一頁下一頁 上一頁下一頁大家沒問題 Hedgeup可以去上 對不對 可是有時候校長說麻煩你跳到第35頁 你上面就有好幾隻羊 烏鴉 對不對 跳到哪頁要怎麼做 頁數打擊去按人頭這樣 所以 老師那個 有沒有 就是有時候我們會 為什麼要把那個簡報的詳細出來 上面要一頁嗎 因為這樣我還跳的時候很好 很好找 你如果說 我今天按右鍵 直接跳到哪一張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對不對 但是這樣人家就知道你要找東西 不過專頁 對不對 好 像我現在我想要回到第22頁 我就怎麼樣 我就在 22 Enter 有沒有跳過去 那我要回到我剛剛那頁 因為我剛好偷看 我復習一頁 你知道為什麼我簡報要放頁碼了吧 有時候我要跳的時候比較方便 這樣子 看起來會比較專業一點 當然說 我都沒關係 我一頁一慢慢找 不反對 只是說你可以呈現上 讓人家覺得說 你好像 就是說有比較認真在準備這樣的東西 好 好這是一個 那 至於說畫線頭啦 這個我想 各位應該都會 對不對 比 因為簡報裡面本身就有比 簡報裡面本身就有比 所以 你要變成 比的話就是Pen Cmd加P Cmd加P 那你要回到這個 箭頭 就是A Cmd加A 就是有時候你在裡面的 那 有時候會遇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你 偷看一下現在時間 因為 我們這樣一頭以後有沒有看到時間 那個 時間 始終沒有看到對不對 如果你有在手錶 有沒有手機也沒有放在旁邊怎麼辦 偷偷按一下這個 有沒有發現什麼東西跑出來 最下面這個 我們最下面的這個 工具列有沒有跑出來 有沒有 工具列跑出來我可不可以就看一下現在時間多少 了解嗎 不然你把那個簡報暫停 然後再來看 這好像有中段的感覺 因為你偷偷按這個按鍵的時候 他們可能比較不會去特別注意到說下面出來 因為我只要看時間而已 當然你說你隨時的時候在手錶手機這樣翻開也可以 也不會不反對 只是說 有時候可能會需要 就做切換的時候 你可以用Ctrl加P Ctrl加P 就是可以 顯示所有的工具列 這樣老師應該就比較清楚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有些快速件是在 簡報本身就有提供的 您就可以 使用一下 那麼 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存層 PPS 應該大家就比較沒問題 就是說 直接點了就打開 這個應該是OK的 那 剛剛有老師就問到這個問題 也就是 備忘稿 一般老師在做簡報的時候 您會用備忘嗎 會不會 簡報的下面在這邊 我們在簡報的下面 這裡不是都有一個叫做新增備忘稿嗎 平常老師有用嗎 沒有用 可是有時候 我們要用為什麼 因為 我在講這一份簡報 因為畢竟簡報只是大綱 有些時候比如說超音節 或者是 就是 我引述一下我這個內容來自哪裡 不包括放在 簡報的 投影片上的時候 我會把它放在下面 那這裡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我現在在播放 我沒有辦法偷看這件事 所以你是不是只要吃疫情分 那萬一說 如果 你有兩台螢幕的話 有沒有看到有些工作就是雙螢幕 尤其是華爾街 有沒有 螢幕很多 要看很多嗎 要看很多 也就是說 你一台電腦 我可能 左邊 也許有多一台 第二台螢幕 那這個時候 您在放印的時候 就可以 可以 把 您在底鍵 或者桌上 電腦之後看 備忘稿 然後 投影給觀眾的時候 就是看我們現在看的這個內容 您瞭解一下嗎 所以說您不用特別把它印出來 您就可以 這樣子去出 但是前提就是要兩個螢幕 所有兩個螢幕不是說我比建立一個 然後投影給你 投影給你 是觸自它 也就是說你本身的電腦 不需要兩個 那如果您是用NoBook的話 您可以去看一下 外面現在有在賣所有的 第二台螢幕 它是用USB的方式 就是插進去 你的USB 那它就可以變成第二台小螢幕 因為有時候我們在工作 尤其 像有些人做業務 做保險的 我在做那個視算表 有沒有 可是我在打 你在 我旁邊這樣看好像 不太好 或者有一些服務台 他們現在不是都會有兩個螢幕嗎 你在那邊看你的 我這邊把我的 你看到是 一樣的 甚至我可以看到 可以讓你看到目的 所以這個是 如果說您有這種需求的話 尤其是 您 對於就是說這個內容 要助記的比較多的 可能 就要有雙螢幕的方式才比較OK 這個是 剛剛這樣 另外呢 這邊會有幾個小工具 我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 您會發現我都有在 在 放大 縮小 然後再劃來劃去的 對不對 好 那這個部分呢 因為為什麼要提到他 老子如果在簡報裡面有筆 很好用 可是 老子在上課的時候有沒有發現 很多資料 我們並不是完全 都在簡報 去呈現 有時候要上網 有時候要看 Word裡面的 有時候要看 VCR裡面的 或者你用PDF的 請問你 離開了簡報之後就沒有那支筆了 對不對 怎麼辦 尤其看網頁 網址很小 或者看英文的內容 很小 這個時候 你可能就需要其他 普通工具 那這個地方呢 老師您可以看一下 您的那個 光碟片 光碟片的相關軟體裡面呢 您找一下 我有特別 整理一個叫做 簡報技巧類 等一下 有沒有找到 這裡面的檔案呢 通通都是不用安裝的 所以老子放在隨身點就可以用 走來走去 最重要是 弄得一起 愛情的 像這個 你不要說 還有提供對不對 老師現在有沒有在用SmartBot 應該台中市現在 幾乎每一所活動都有 只是說不見得到全面都有建制 但是應該去年應該大家至少都有兩個 至少都有兩個 那SmartBot本身他也有提供蠻豐富的那個工具 可是我發現我上次有裝起來過就是 檔案就有點大 就是他要做那個 簡報的那個工具 有點大 那您如果那麼大的話 您 也可以考慮用我們這裡面的 看一下 點進去之後裡面呢 總共有那麼多 有這麼多 其實我平常最常用的 就是你現在看我前面 我從頭是用這個 就是 好的 他的好處是 你看不出我怎麼弄的 也就是說他們有額外的螢幕 或者額外視窗 去干擾到 你做簡報 那您瞭解的意思 你看我們現在在 看那個氣象報告啊 還有一些政論節目啊 海經節目啊 他們不是都在上面畫來畫去的嗎 以前都用報告資報嘛 然後人特別處理 現在不用啦 因為大家都有類似這樣的 可以用 那我們這個也是一樣 好所以 用這個 用這個呢 你看點進去就是一個檔案 有沒有 就一個而已 您如果實行了之後呢 在這邊 在這裡 我再放開 再放開 好 您看到這邊 有沒有一個小小的 這個 這個 你的右下角 執行的時候就會有 那 如果您想要看一些介紹的話呢 您可以到我的部落格上找一下 要找我的部落格 不要記王子 因為我會買裝進去 老實也要行銷一下 不是嗎 您直接打數文老實就好 好 老師都自己不怕工作 老師幹嘛要怕工作啊 你用Google找應該就找到一隻我的東西啦 好 你就可以找到 點進來就會連過去了 各位知道一件事情嗎 您平常都用Yahoo 跟Google找不到 Google 有沒有用過Yahoo找 也有對不對 對大部分Yahoo找你可能找不擔心的 可是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去年之後Yahoo就變了 也就是說Yahoo 他就不做收信性了 真的啊 你們都沒有注意到 你看右手邊 這個 有沒有是一個B DIM 這個其實 就是微軟的 你今天你真的去Yahoo 你看一下 您隨便搜尋 不要看結果 你往下找 有沒有發現 超了白是嗎 因為他已經跟微軟才做 也就是Yahoo的收據已經不行 那微軟的B 將就是已經取代 您所看到的接種量 所以他的一些關鍵式廣告現在都有一些爭議 就是 最近昨天不是還跟 Facebook的臉書在打官司嗎 所以他現在廣告的部分也會有一些變化 所以 這個 所以原則上我想 老師應該都知道用Google找會找到比較多 這樣有沒有找到我的 找到我的你進來之後呢 在右上角 在右上角 有一個常用文章連結 因為這個太常用了 在這邊 你就可以看到 因為用這個軟體的缺點就是可能 假設老師比較常用 你就可以記一點點快速鍵 如果你不常用的等一下我們會有其他軟體 好 也沒有關係 假設我不想再記那些快速鍵了 我就直接 用 那這裡面呢 很簡單的 他就幾個快速鍵而已 首先如果您要做所謂的螢幕放大 要這樣放大 放大 那你就是Ctrl加1 Ctrl加1 你就可以放大 那放大到指定大小之後你滑出點一下就可以開始畫 就可以開始畫 那你如果放大之後你也可以用滾輪 再放大縮小 再放大縮小 所以其實還蠻方便的 那麼如果你單純 我螢幕本身沒有要放大我只要做速解 畫記號 你就是Ctrl加2 你看我現在是不是進來了有沒有 就直接就可以做了Ctrl加2 好Ctrl加2 你可能會講 只有紅色 好像不太夠 怎麼辦 老師會得銀色英文 貢款 紅色叫Rate 那 黃色叫Yal 按Y 有沒有黃色 我把筆刷先變大一點 這個筆刷是這樣可以變大的 Ctrl加1叫滾輪 滾輪按錢就變大 往後就增加 Ctrl加1 Ctrl加1 那 還有什麼顏色 Yellow 再來 Orange 還有Pink P 還有 Ctrl Blue V Agobe San 這樣應該做多了吧 因為老師不會準備那麼多顏色吧 所以大致上這樣子應該就過了 但是 如果你要取消怎麼辦 有時候不小心畫錯 我們 一般還原 很快速件是哪一個 不是 蠻遠 倒退回去 做錯了 倒退 這是Ctrl加1 Ctrl加1 倒退回去 End 有沒有少一個 少一個 對不對 那如果一次全部都要清掉 這樣 橡皮沙的英文 我們知道 跟簡報一樣 你就是按ABCD的E 有沒有全部清掉了 所以當然如果你覺得我這樣畫 不實 你可以按Shift 這樣就是一條直鍵 對不對 那當然 如果你要 框一個區域 就是按 那個 Ctrl 有沒有 Ctrl就是畫一個 矩形 Ctrl 畫一個矩形 它又火源矩啦 可是老師不要記那麼多啦 你要用的時候 再來查一下就好 去那裡查 從這邊 在這個上面按右鍵 有一個選項 它上面其實都有寫 上面都有寫 但是我現在沒辦法放大給你看 我現在用的是另外一種 放大給你看 你看 我要Draw就是畫 它上面都我告訴你啊 你看 Red Green Z有沒有 它上面都有寫 只是 一般人都不看而已 我部落矩只是把它翻譯出來 好那 所以你這樣就看得比較清楚 好 所以你如果萬一有需要的時候呢 你就幫他 查一下 那就可以 一般我通常是不改快速電腦 因為這樣 我們在做的時候比較方便 反正你走到他就用預設子 比較不會說你那一台用那個 只有你到別台不會用 因為你沒改 好 這是第一個 他的缺點就是說 你可能要稍微 記一下 簡單的快速鍵 離開的話按ESC就好 ESC 這裡 說來 好 好